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足域泡脚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常用的 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 泡脚的好处呢 我想呢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尤其是呢有些朋友呢 在泡脚的时候 再加一些什么艾叶呀 什么红花呀 来让它活过血 去去寒 实际上对于我们养生 确实是有好处 但是泡脚足域也是要注意 饥饿的时候不要去泡脚了 因为你一泡脚呢 足部的血管怎么样呢 就扩张了 血液可能就涌向足部 容易引起人的低血糖 造成什么呢 头晕呀眼花呀 甚至还有的造成低血糖修饰 那么在饱餐以后 刚刚吃饱了 吃饱了你就去泡脚好不好啊 我想也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什么呢 刚吃饱了以后 我们的气血都在消化器官这样 是不是 帮不消化呢 你一泡脚 血液涌向什么呀 足部 消化器官的这个 这个血还足吗 就不足了 所以会影响这种消化 另外呢 有些用药来泡脚 也是要注意 你像那种阳盛之人呀 像那种阴虚阳抗的人呀 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一些温热药 搁在这个水里 一起来泡脚 那么可能 不会使你很好的养生 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 另外泡脚呢 这个水的温度 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来讲 我们说 38度到45度 其实就可以了 时间也不要太长 有人一泡泡很长时间 一般来讲 15分钟 20分钟 实际上这个时候 也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太长啊 可能一方面 是对你的皮肤 会有损伤 另一方面呢 时间太长 可以很容易造成人的 这种感觉 乏力 心慌 尤其有些老人 气血本来就不足 泡脚时间太长 很容易造成脑部供血不足 所以呢 我们说 泡脚也要适度为意 适度很容易造成能力 也没cht 我们再发现